澳洲和牛功不应求,中国吃货,在线等 嗨,我是艾碧,欢迎订阅澳财,带你了解更多财经热点 你吃过澳洲和牛吗? 很多人可能比较熟悉日本和牛,却不知道澳洲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和牛出口国 目前澳洲和牛的产量是持续每年增长20% 但这似乎仍然是满足不了吃货的胃口 根据澳洲和牛协会的数据显示,全球和牛市场需求现在十分旺盛 正在以每年30%的速度增长 而供不应求的这种市场需求也是推动了和牛的平均价格上涨了8%左右 其实在新冠疫情爆发后,澳洲和牛市场曾经遭受了多米诺谷排斥的打击 一夜之间几乎所有的航空业务,高端暂停的订单都被取消了 很多和牛厂家是不得不将重心从出口转向国内 但现如今出口的订单也已经开始大幅回升了 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,台湾和香港市场 如果你在天猫上搜索就会发现澳洲和牛是占据了主导地位 那你看好未来澳洲和牛出口市场的全面复苏吗? 大家可以订阅才给我们点赞并且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